119 中國企業報 主動擔當創新驅動發展重任 實現新常態下企業持續健康發展 2015年7月14日重點2-3 作者 中國企業聯合會 中國企業家協會會長黃忠宇進入新世紀以來 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跨學科交叉融合正在引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全球步入到了一個新的創新活躍期 世界各國近年來不斷提出新的科技規劃或創新戰略 全球競爭正在進入到一個以創新為核心的新階段 從國內來看 中國經濟增長已進入新常態 增長動力正在從要素驅動 投資驅動轉換為創新驅動 核心就是要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 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 為此 十八大造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決策 將其擺在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突出位置 去年8月18日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 專題研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問題 今年3月13日 中共中央 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心法體制機制改革 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 對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造出了全面部署 這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中國創新工作的剛領性文件 這些改革措施的貫徹落實 必將大大加快中國科技進步的步伐 這都標誌著我國進入到全面貫徹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新時期 為了積極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會、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福建省企聯等相關單位決定 在每年的7月8日即去年習近平總書記級企業家們回信的紀念日 舉辦《中國平談企業家科學家創新論壇》 旨在搭建企業家與科學家交流合作平台、打通產學研用通道 促進科技與產業緊密結合、探索創新驅動發展路徑 全面理解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激發企業創新動力和活力 市場道向將企業和企業家在科技創新中的地位提高到了一個新高度 我們說創新需求來自市場,創新的主力就應當是市場主體 創新的資源就應當向企業聚集 近年來,深圳形成了百分之九十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地企業 百分之九十的研發人員在企業、百分之九十的科研投入來源於企業 百分之九十的專利產生於企業、百分之九十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於龍頭企業的六個百分之九十 但也要看到,將深圳這種情況在我國並不多 我國還沒有形成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 創新與市場特節的問題仍然比較嚴重 為此,意見提出了創新要堅持需求導向 創新的出發點和六腳點是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 對如何建立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 從四個方面提出了十多條具體改革措施 尤其強調要增強企業、企業家在國家創新戰略中的壞語權 這些措施充分表明了中央對企業創新的高度重視 同時也對企業的創新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創新推動戰略為企業創新開闊了視野 意見指出,要堅持全面創新 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做到四個統籌推進,實現科技創新、制度創新 開防創新的有機統一和協同發展 這標誌著對創新的認識和工作推動 以從單一的科技創新進入到全面創新的新階段 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風起雲湧的今天 許多新業態、新模式如雨後春上般紛紛湧現 傳統行業面臨全新競爭 如電子商務對傳統商業的挑戰 微信對傳統通訊業的挑戰 智能製造對傳統製造的挑戰 互聯網對傳統的分工結構發生的重大變革與調整等 這些新業態、新模式的出現都包括了產品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在內的全面創新 因此,廣大企業必須適應時代發展潮流、以市場為導向 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管理創新為基礎、體制創新為保障 有效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全面深化改革 將為企業創新營造一個良好的體制環境 長期以來,我們促進創新的政策文件比較關注科技活動本身 主要考慮各種科技計劃和項目 這次出台的意見把政府推動創新的著力點放在如何營造公平競爭的體制環境上 拿著了制約創新的核心問題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那樣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最根本的是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但是最緊迫的還是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 為此,易建通偏貫穿了全面深化改革這條主線 把改革作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從中之重 堅持全方位、多時各、系統改革的方法 注重經濟體制、科技體制、人才體制、對外開放體制的系統改革合力 從八個方面提出了三十條近百項改革舉措 我們相信,除了這些改革措施逐漸落實到位 別將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體制環境 從根本上激發廣大企業的創新活力或創新動力 大力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推動企業加快轉型升級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企業持續發展之機 市場制性之道在於創新 各類企業都要把創新牢牢拿著 不斷增加創新研發投入、加強創新平台建設、培養創新人才隊伍 促進創新鏈、產業鏈、市場需求有機銜接、爭當創新驅動發展先行軍 這為我們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指明了方向、寄予了有望、提出了要求 堅持持續加大投入、研發投入是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物質基礎和完全 只有持續的研發投入、企業創新能力才有可能得到質的提升 華為之所以能夠迅速成長為信息與通訊領域全球領先的製造商 與其持續的高投入物不可分 華為從1992年開始,堅持每年將銷售雅的至少百分之十投入研發 2014年華為研發投入強度達到百分之十四點二 但從全國範圍內看,我國企業研發經費規模仍不大 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強度僅為百分之零點九三 而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則普遍在百分之二以上 差距十分明顯,從研發投入的構成內看 2013年我國企業研發經費支出中 科學研究經費佔比僅為百分之二點八 而世界主要國家企業的科學研究佔比普遍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是原始創新的基礎,自主創新的完全 企業研發經費中科學研究比重偏低以未著企業原始創新不足 這已成為制約我國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為此,意見提出要堅持結構性減稅方向 逐步將國家支持企業創新的投入方式 由傳統的項目支持轉變為普遍性財稅支持力到 並完善相關稅費扣除計核方法 這是政府支持企業創新方式上的重大調整 廣大企業要拿著這一政策機遇,持續增加研發投入 建設高水平研發平台 為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奠定堅實物質基礎 吸引高層次、高數則創新人才 人才是創新的第一資源 創新驅動,實質上就是人才驅動 雖然我國企業已擁有數量較多的研發人員 但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十分缺乏 2013年,我國企業研發機構人員中 石市以上學歷人員佔比僅為7.4% 兩院院士、千人計劃入選者、科學家等 高層次科技領軍人才在企業的比重更少 千人計劃入選者中企業引進專家緊佔11% 這次意見將堅持人才為先作為創新驅動的基本原則提出來 並專門用兩個部分部署了如何完善成果轉化激勵政策 和如何創新培養、用好和吸引人才機制 廣大企業要以此為契機、積極探索、用足用好者 所謂改革政策、建立起不拒一格選用人才的機制 要為人才脫穎而出提供條件和土壤 創新人才都是勇於打破常規 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因此應從輿論環境和政策環境提高對創新人才的包容度 吸引和選拔創新人才、不能用衡量領導幹部的標準內衡量 只有吸引高素質、高層次人才到企業創新創業 才能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用於開展原始創新 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 我國企業的整體技術能力已經從技術引進為主開始逐漸中涉至主研發 近年來,我國在北斗衛星導航系統C-919大型客機、核電、高鐵、 第四代移動通訊技術標準等領域之所以取得重大突破 根本在於這些領域的企業主動將研發活動向創新鏈條的前端延伸 從模仿創新向原始創新轉變 從人進、消化、吸收的亦向創新向正向創新轉變 突破了核心、關鍵技術、引領了創新方向 廣大企業要借禁學習這些企業的成功經驗、增強自信、積極開展原創性、高水平研發活動 形成有重大影響的專有技術和主導產品、有條件的企業 甚至可以開展相關領域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前瞻性戰略技術研究 以積累深考的技術基礎和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 真正實現從創新追趕向創新引領轉變、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 探索新的產業技術創新模式 長期以來,科技與生產脫節、科技成果轉化難事制約我國創新效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環質 一位全國政協委員2012年關於促進專利產業化的提案中反映 從專利的申請量和授權量來看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知識產權大國 但專利產業化率僅為5%左右,發達國家一般都是80%左右 可見科技成果轉化問題確實存在長項了 為此,這次意見提出要強化科技與經濟對接、創新成果與產業對接、創新項目與現實生產力對接、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期利益對接 而要實現這四個對接、關鍵在於要充分發揮企業的主導和牽引作用 實現從以大學、科研院所主導的先科研後產業化的科技成果轉化模式 轉向企業主導的全產業鏈技術創新模式 構建科技與產業緊密結合的產業技術創新機制、推進企業主導的產學燃用合作創新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產學燃用合作取得了明顯成效 但仍然存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制約了更大規模更深產層次的產學燃用合作創新 其中,關鍵是要充分發展企業主體作用 企業為主體的關鍵是企業要主動尋求與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等外部創新組織的技術合作 從而建立起企業主導的產學燃用協同創新模式 比如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此移動通訊標準及其產業化 就是企業主導的產學燃用協同創新的典範 推進龍頭企業牽引的產業鏈上下遊合作創新 許多領先企業通過增強產業鏈創新的主導能力 有效帶動上下遊企業共同攻克產業鏈核心技術 從而提升產業鏈整體技術能力和競爭力 當前 我國許多產業的產能規模已居世界前列 但整體技術仍然處於世界中低端 迫切需要在政府引導下 龍頭企業發揮主導作用 以市場機制帶動產業鏈上下遊企業通過協同創新 實現技術升級和產品升級 中廣核至2004年以來 充分發揮核電站總體設計 建設總承包商的作用 以核電項目群建設和核電產品創新為紐帶 與產業鏈上下遊企業在技術創新 項目群管理 質量管理 創新聯盟建設等方面開展了多層次全方位的合作 探索出了一條企業主導的產業鏈協同創新模式 核電國產化率從初期大亞灣核電站的1% 提高到陽光核電站的85% 成功開發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第三代核電技術 圍繞產業鏈博弱環節佈局創新 除了加強產學燃用和上下遊企業協同創新外 企業環繞可以根據自身優勢 從產前 產中 產後等多個環節尋找創新突破點 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 閃股 航養等許多中間設備製造商則在對關鍵技術和關聯技術 進行高強度研發的基礎上 與重點客戶形成戰略聯盟獲取穩定市場資源 與重點配套商合作研發 與金融機構合作開展供應鏈金融服務 提升整個產業副加值 三峽公司 國家電網公司則充分發揮用互端的拉動作用 以市場為導向 主動承擔起產業鏈創新的發起者 組織者和管理者的職責 通過三峽工程建設 特高壓書電工程設計施工 有效帶動設計、設備製造、工程施工 安裝調試等想由企業共同突破產業鏈核心技術、關鍵技術 實現了我國特大型水電及機組、特高壓兩大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彎道超車 引領了全球創新、大力提倡開放式創新、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 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這是中央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造出的新部署 指明了當前我國企業創新發展的新方向、樹立起開放創新理念 順應經濟全球化新變化、開放創新適應了二十一世紀全球一體化、開放、融合、共享的發展潮流 改變了企業所有創新活動都由自己獨立完成的做法 許多跨國企業創新發展的一條重要成功經驗 就是打破領域、區域和國別的界限 構建起面向全球的創新網絡 近年來,隨著我國產業升級和技術水平的提升 在高端領域實現創新已經不能再全靠引進技術 必須轉向自主創新 但自主創新也不等於企業獨自創新 而是要將創新視野放寬到內外部 上下游、國內外、在創新過程中 不排除引進先進技術 以解決關鍵環節的卡帕子因素 但著力點和重點是培育自己的核心技術能力 把握技術發展的主導權 做好高水平引進來與主動走出去有機結合 佔據價值鏈高端 經過艱苦努力 我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技術水平賣出了重要步伐 綜合實力大幅提高 過去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和高端裝備基本上依賴進口 如今不僅實現了部分替代進口 而且正在越來越多的輸出國外 比如 我國高鐵在引進國外技術的基礎上 成功研製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一代動車組 並依托國內巨大市場開展了大規模商業化運營實踐 積累了成功經驗 近年來加快走出去步伐 實現了從產品和部件出口到高鐵系統全產業鏈輸出 從出口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新突破 為引導推動更多中國企業技術、裝備走出去 培育新的國際競爭新優勢 意見從鼓勵創新要素跨境流動 優化境外創新投資管理制度 擴大科技計劃對外開放三個方面提出了諸多改革措施 廣大企業要以此為契機 堅持高水平人進來與主動走出去有機結合 立足國內龐大市場 主動把高端技術、裝備、產品輸出海外 同時通過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設計中心、資訊中心等 獲取創新的戰略性資源 努力形成中國創造和中國品牌 抓住新一輪對外開放機遇、尋求海外創新機會 當前,我國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正在加快推進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設立上海、廣東、天津、福建置貿區等 是我國舊健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內容 將為我國企業提供更大的海外發展空間和創新機會 廣大企業要從過去主要按照他人制定的遊戲規則參與國際競爭 轉變為主動參與並引領國際規則的制定 學會掌控國際競爭的主導權、定價權和資源配置權 學會如何在境外尋找創新機會、開展創新活動 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創新能力 本文系王忠宇在2015年中國平談企業家科學家創新論壇上的講話 發表時略有三折 中文系統 人 ken 互相 神 互相